來看到以色列空襲拉法 奪走了四十五條人命 引發了國際譴責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二十七號承認 這一起致命襲擊是一次悲劇性的失誤 軍方將會全面調查 但是還是堅持 在完成目標之前 不打算要停止戰爭 以色列空襲拉法造成一個安置流離 失所巴勒斯坦人的營地帳篷 著火造成重大死傷 大部分是婦孺跟老人 還有三具遺體被燒的面目全非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承認 這是一次技術上的錯誤 國際社會嚴厲譴責 包括以色列長期以來堅定支持者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聲明 襲擊拉法的摧毀畫面 看了令人心碎 法國總統馬克宏更直接了當 在X貼文 這些行動必須停止 呼籲完全尊重國際法 並立即停火 德國外交部聲明 拉法空襲造成包括兒童被燒成 消失的畫面 令人難以忍受 歐盟對外事務高級代表 波瑞爾指責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藉著反對國際刑事法院 對他發出的逮捕令 而做出反猶太的謬誤指控 以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表示 納坦雅胡將像希特勒等人 一樣被詛咒 公視新聞黃韻林別意 胡將像希特勞